9月7日、8日,清华园正式迎来了3800余名领资班本科新生 8日一早,记者在清华大学看到 由新生陆续乘坐校园巴士抵达报道点 不少学生志愿者早早等在此,迎接蒙新入校 差不多7点半左右,我们就来到这里迎接新生 我们可能在新生下车的时候帮他们引导到报道的地方 然后在报道的地方,会有学长学姐指导他们 完成他们的注册,帮他们把行李送到宿舍 让他们提前感受到清华大学的温暖 久违地看到校园变得这么热闹,真的非常开心 不少新生办完报道手续,纷纷和学长姐交流合影 人群中,来自四川梁山的孙川格外引人注意 成长于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缅宁县一个农村家庭的他 以675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机械、航空与动力类专业录取 不久前,他曾因收到录取通知书前还在工地打工登上热搜 报道现场,他如梦寐以求校园的孙川,显得十分兴奋 我到北京以后就想赶快来清华看看 今天早上9点到的清华 然后到学校以后就感觉学校真的好大好大了 然后来之后就有很多很多志愿者就很热心 领着我去报道去领自行车之类的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我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梦想 就像清华 但今天真的踏足这里了,我进来了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 孙川告诉记者,他的故事为人所熟之后 不少爱心人士都给予了他支持和鼓励 这让他十分感激 而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 孙川也有自己的规划 因为咱们国家的北斗其实现在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我就希望继续为祖国的卫星事业添专家吧 然后就选择机械航空动力 我打算学业方面的话当然好好努力 然后社团方面我打算参加吉他社跟英语社 因为两个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高中已经结束了,大学来了,加油 医学院新生吴宇涵同样十分憧憬大学生活 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为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做足了准备 谈及自己的专业选择 吴宇涵表示,一场疫情让他更加坚定了学医的决心 选择医学其实是我从初一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很想了 一方面是因为看过很多相关的纪录片 然后还有专业的书籍 然后就激发起了我这种欲望 然后另一方面,也就是咱们这次疫情开始之后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都派出了自己的救援队参与救援 比如说呼吸科的大夫 他们为了挽救一些危重患者的生命 他们其实是不计自己的身体成本的 所以觉得这一方面是很伟大的 就更加坚定了我来学医的决心 希望我能够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然后加油 据了解,2020年清华大学共录取内地学生3500余人 港澳台学生60余人 来自全国1100多所中学 男女比例约2比1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全方位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 并视疫情防控情况,安排迎新晚会、军训等活动 报道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大概会有3到5天的新生入学教育和体检 军训也就推迟到了之后再开展 开学典礼,包括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迎新的活动 会在最大限度确保师生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正常的组织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的安排 让学生们在学校的所有的这种学习和生活的安排 都是正常来开展进行的 顺利地学习和成长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大家能坚定地永远地追寻 你的梦想的那束光 这个少年不老 做一个真正的追光少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